目前安卓微信发布了8046测试版 这次更新也有一些新变化 首先在微信的设置 通用 存储空间 现在里面加入了 资源文件和其他账号的聊天记录 以及必要文件 它这上面也有相关介绍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音频播放进行优化 在音频界面播放某个内容时 现在只需要将这个图片向左滑动 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它的原文了 与之前的测试版一样 现在进入订阅号 或者查看文章内容时 界面右上角多了一个搜索按钮 不过这个按钮在以往的测试版都没有了 另外有网友表示 从发现界面进入小程序后 点击右上角的人形图标进入个人中心 之前的发现小程序 个新话推荐没有了 另外从发现界面进入搜一搜后 搜索框下放了朋友圈 音乐 文章 微信指数 现在变成了朋友圈 文章 公众号 小程序 音乐 表情 微信指数 而且在这个界面的最下方 隐私及功能管理设置也被移除 不过我也看了一下 小程序和搜一搜并没有改动 估计还在测试阶段吧 而想想体验测试版的朋友 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获取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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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